我是王局长,你什么人? 什么王局长那么屌啊? 我是1937年上海滩毒生 我是夺命剪刀酒 我管你1937还是1997 你马上把电话交给五个 要不然我一圈打爆你的头 你打爆我的头? 我又叫夹断你的脖子 不要跟他啰嗦了 他真的是在1937年的上海 在1991年的香港 打电话给1937年的上海 你不想开会也不要把我当白痴啊 剑王局长不相信 龙吴也没有办法 他相信阿星不会骗自己 如今只能按照阿星要求先行准备 随时接应其回来 与此同时 回到家的如仙来看望妹妹 看着妹妹面前的自画像 如仙这才明白 原来阿星见到的是妹妹如梦 她当即下楼 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丁丽 不料在路过卧室的时候 却听到父亲和川岛芳子的谈话 原来其父早已投靠日本人 之所以同意二人的婚事 便是想借此机会让丁丽放松戒备 好在酒席上结果其性命 闻听此话如仙大惊 赶忙给丁丽打去电话 不料刚刚拨通 就被黄金柜打断 你们讲的话你全都听到了 你走开 我不想跟汉金说话 我是汉奸 那你爸爸是什么 我爸爸他不是汉奸 对 你爸爸不是汉奸 他是汉奸的狗 生平第一次被女人打 黄金柜大怒 当即对如仙还以颜色 不想因为用力过度 导致如仙掉到地上摔死 听到动静后 川岛芳子和如仙父亲出现 看着女儿惨死 如仙父亲大怒 质问黄金柜原因 你们都听见了 别吵了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你女儿死了 丁丽他娶谁啊 他 如仙父亲告诉川岛芳子 如梦也是其女儿 只不过是个低能儿 川岛芳子文言并不在乎 只需要向如仙 可以和丁丽结婚 让他们能顺利完成暗杀就行 一日 如妇对如梦开始洗脑 让他代替如仙和丁丽结婚 不然就要他好看 恰巧此时 丁丽和阿兴前来探望 如梦害怕之下紧紧拉住阿兴 欲要寻求其保护 见爱人和好兄弟不清不楚 丁丽十分生气 转身愤然离去 不久后市长返回 告诉阿兴丁丽约其晚上在夜总会碰面 有钥匙相伤 阿兴文言立即带着达书赴约 不过让二人没想到的是 等待他们的不是丁丽 而是黄金贵和市长 此时的二人才明白 原来一切都是市长和黄金贵的阴谋 原来你也是汉奸 要不看你那么老 我就打你一顿了 是啊 你不打是吗 我打 为什么 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见黄金贵这么凶狠 阿兴便要先下手围墙 不料没走两步 就被川岛芳子手下第一高手 踢翻在地 等阿兴再次醒来时 已经身处小日子基地 川岛芳子以达书二人性命要挟 让阿兴去刺杀丁丽 对此阿兴自然不会同意 毕竟丁丽一直很器重他 他断然不会做此不忠不义之事 见状川岛芳子也不废话 果断让手下对达书用心 我阿兽是条英雄好汉 他绝不会这么容易就欺负他 你们尽管动手 臭小子 老爸 你看那少王们的这种话也说得出来啊 见阿兴不见棺材不掉泪 川岛芳子便命远推出如梦和春天 并将如仙如梦的事情告诉阿兴 得知自己一直以来喜欢的竟然是如梦 阿兴难以接受 当即将所有怒气发泄在黄金柜身上 见阿兴竟敢当着自己的面行凶 川岛芳子大怒 命手下对如梦二人大行伺候 闻听此言 阿兴立即服软 答应了帮其刺杀丁丽 不够回到住所后 阿兴却不忍心下手 因为不管什么时候 丁丽总是不考虑个人安危 而是将国家大事放在第一位 思虑再三后 阿兴选择将事情合盘拖出 原来市长他根本就是汉奸 如仙小姐老早就被黄金柜给害死了 我们那次去探兵的那个 其实不是如仙是如梦啊 所以你就回来杀我 你也知道 我根本就下不了手 丁丁 你一直对我那么好 我真的不想这么做 听着阿兴发自肺腑的话 丁丽很是感动 他将枪交给阿兴 让其杀了自己 带着自己的头去建川岛芳子 换回众人的性命 我只希望你救了他们之后 帮我杀了黄金柜跟川岛芳子 替如仙报仇 听着丁丽的话 阿兴怎么忍心下手 他取走了丁丽的假牙 然后让报纸大肆宣扬丁丽的死讯 本以为可以以此蒙混过关 不料还是被黄金柜发现 就这样 救人不成的二人反被关押 如梦见阿兴出现 拼命呼喊想寻求安慰 可阿兴对此却没有理会 静止走入关押自己的牢房当中 周大福知道阿兴是介意如梦的情况 所以才有此表现 周大福不愿自己的孙子 做一个薄情寡义之人 于是耐心劝诫阿兴 哪怕二人不能做情侣 也可以当成兄妹或者妇女来看待 在周大福的悉心劝诫下 阿兴终于放下心中芥蒂 将如梦的手紧紧握在手里 安慰其孤独无助的内心 到了晚上 达叔来看望二人 因受不了酷刑 他只能投靠川岛芳子 如此行为让爷孙二人看不起 臭小子 你再不举我 我就淹了我自己 不要 老爸 你千万不要淹了 我尽量打了 在周大福的威逼下 达叔赶忙给龙五打去电话 将锁在位置告诉龙五 让他尽快派人相救 谁料话音刚落 就被黄金桂一脚踢晕 与此同时 阿兴使用特异功能打开牢房 带着三人成功出逃 不料刚出来就再次遇到子五六郎 为了几人安全 阿兴让周大福带着几人先行离开 自己随后赶到 等众人离开后 阿兴和子五六郎展开对拼 知道自己并非其对手 阿兴一开始就施展特异功能 欲以此占得先机 其料子五六郎意志力坚定 特异功能对其影响并不是很严重 反应过来的他直接一脚将阿兴踹在地上 正是这一脚 让阿兴捡到达叔刚刚掉落的手机 而此时的电话还未挂短 阿兴健壮 赶忙向电话另一端求救 我现在被你用纳尔逊事所锁着了 快要受不了了 纳尔逊事所太小儿科了 你现在竖起两根手指头 四十五度角 往上一插 在王局长的指导下 阿兴顺利正开束缚 可谁曾想没两招 阿兴再次中招 被霹雳追魂锁牢牢锁 见阿兴对手竟然这么强 王局长立即召集警队精英 在现场演习下 成功想出了对策 长官我想用猴子偷逃啊 偷逃啊 偷逃啊 偷逃了没有 偷到了 好大力 见阿兴已经成功 王局长很是高兴 他告诉阿兴 接下来只需要使用夺命剪刀脚 便可稳操胜拳 阿兴闻言立即飞跃而起 使出终极绝招夺命剪刀脚 将自武六郎成功打倒 就在阿兴准备带着几人离开时 却被文训赶来的小日子团团围住 千军一发之际 龙武带着特种部队穿越而来 在现代武器的加持下 仅仅片刻攻入 便将一众小日子全部击毙 阿兴告诉龙武 让他先带着达叔返回 等一个小时后再发功 到时候自己这边忙完 便会发动特异功能 双方感应之下便可返回 另一边赌场内 丁立剑阿兴迟迟不出现 便准备自己亲自上阵 如此行为引来穿倒方子等人嘲笑 毕竟这和投降没什么区别 笑笑笑 有什么好笑的 笑他不自量力 偶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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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感谢观看